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美嘉賓轉為《要財政券》的事務總監郭施智先生 郭Sir,你好 郭Sir,可以快點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話號碼是 ask at bschannel.com 事不宜遲,先聽家庭觀眾第一個電話 喂,胡小姐 多分,你好 你好,想問什麼股份 郭Sir,我想問1230是微浴火 我想問一下什麼價格才能進入 好,雅士利是嗎?1230 今天升上3.8% 創過52週新高 各位見過2.77元,現在2.71元 問郭Sir,這隻雅士利是否買得過呢? 其實算是內需版塊 是做奶粉的產品 暫時來說一路一路向上走 其實在一個不是太久的時間 一個月內已經升了30% 況且估值以往值26倍市盈率 以內需的版塊,這個估值不算特別貴 但始終看圖已經知道了 由去年9月左右的水平 來到現在已經升了一倍 如果我現在再賣的話 我就要做好一點風險管理 這分鐘要賣的話,給它指示為利 首先有兩個半線 兩個半的指示 因為現在正在創新高 你要是等等才賣 如果硬性現在入手的話 兩個半就意味跌穿10天線 可能高台真的有一點反覆 還有近期來說 由12月底去到現在 已經在一點短時期上升了30% 如果能夠吸引手 就算要買都不要太大手 當然可以上網兩個九 三元三個月都可以 但做好一點風險管理 這個裂口略為高開了一點 一旦穿了這個裂口 兩個半的指示位 你就要嚴謹執行了 始終發了一個刑期 股價都升成曾經超過5% 反映了刑期的因素 胡小姐,還有沒有疑問? 沒有,謝謝 謝謝你的電話 再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陳小姐 早晨,兩位節目主持人 我想問1818和1918 什麼價錢可以上車? 兩隻都沒有買貨 是嗎? 沒錯 先回答追債1818 現在正在11.98 跌近0.6% 問一下郭Sir 過了金價的走勢怎麼看? 知道今天什麼價錢可以買入呢? 其實金價始終還是高企 因為現在流動性貨幣這麼充足 尤其是通脹持續升溫 所以雖然金價幾百元很早前 低位升上去最高到1920元 坐近了 一個回吐之後 但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在大概1600、1700之間 走上走落 再進一步大幅度上升 我覺得機會不是完全沒有 又比較微低 因為如果你再走得太急的話 央行就可能買金了 對嗎? 暫時來說 相對金價來說 招金的走勢剛剛相反 始終有一些緩步 放慢的形態 你看圖已經知道了 股價其實不是現在跌穿50天市 是一早就已經跌穿50天市 單單說這個形態也是偏遠的 尤其是在1月份曾經反彈過 但去到50天市便下跌了 即是現在這一分鐘 反而要看11.5元的支持 11.5元一旦有失的話 仍然還是繼續向下市低位 做好一點風險管理 如果你純粹短炒的話 這一分鐘我認為 11.5元如果跌穿了 就理性一點 指示也好 減榜也好 你自己決定 初步的阻力 暫時來說 都是50天市 現在這一分鐘大概是12.7元 要過了12.7元 或者進一步上破13元 才可以擺脫 逐步向下市低位的形態 13元的阻力會比較大一點 要留意了 暫時的幅度 可能都不是太大 好嗎 陳小姐 招金 大麻里仔 這隻融創中國 融創方面 折養6.8%配股 籌集20億資金 股價跌了6.6% 最重要是6.71元 問一下郭Sir 日中低位都見過6.57元 問一下郭Sir 這隻未有貨的話 買得過嗎 我想暫時觀望好一點 近期有個高位是7.26元 始終高台上 有個技術上的阻力 明顯是有個小箱頂擺在上面 暫時來說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分別是6.6和6.4 但這一分鐘 雖然股價是拔高了一點 但近日 都有幾度是在十天線 坐穿梭 如果你現在買的話 我認為跌穿6.4 你就要自洩了 因為始終有個低位 其實不是太遠 如果說去年九月份 仍然是三個多元錢 到現在已經升了一倍 要買為何不早買呢 到現在大市已經去到一個 短期升浪的尾聲 如果你真的再追下去 一旦有正常的調整的話 就只會自己被磅 要中線持有 都只能夠分段買 或者買少許 千萬不要買得多 如果你純粹短炒的話 6.4是一個指示位 當然不知道 暫時的阻力是7.26元 過得到7.26元才再向上望 但我覺得應該不要太大注 最好是觀望 好嗎?陳小姐 是 多謝你的電話 郭Sir 我想和你談談 近期不少公司發了刑警 例如編號1393行頂方面 亦預期去年全年稅後利潤 亦會較2011年同期大幅減少很多 請問郭Sir 怎樣看煤炭股 行頂方面 屬於不是細型的公司 都發刑警 是否預期反映去年的情況很艱難 行頂是做焦煤的 焦煤和電煤是不同的 你好像是10800神華 1898中煤能源和171顯周煤 焦煤是發電用的電煤 至於行頂和以前的福山 也叫做手鋼資源 是做焦煤的 焦煤是煉鋼的 去年經濟在一二季都是放慢的 鋼材的產量過剩 焦炭的價格也下跌 在這段期間 其實業務前景是停滯不前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但最重要是 他現在發了刑警也好 往後一段時期 市會怎樣走 經濟會怎樣走 才是重要 早前發改委 據聞會有一個叫城鎮花計劃出來 這個計劃在十年之內 拉動到的投資金額 涉及40萬億人民幣 我不管你基建房建 水泥 剛才你一定需要 即是剛才最差最壞的時間 應該已經過了 你看看安港 你看看重港 你看看守港 你看看馬港的股價 都紛紛由谷底 是著亮回升 不過相對整個大市來說 步伐還是慢 我所說的就是 剛才如果是燒情慢慢慢慢逐步理想 存貨過多的情況 可以獲得改善的話 需求自然來了 你煉鋼一定是要焦煤的 焦煤出來之後 黏性就很高 首先就燒 燒到好像岩漿一樣 液體一樣 流出來 然後就焗色它 當然知道 再拿出來 以後就變成焦炭 將焦炭 扔到山鐵裡 其實經過一次兩次的提煉之後 就變成一個我們熟悉的鋼 當然要做鐵路的路軌 或者其他更加硬正的金屬 你就要加多其他的金屬體 讓它更加堅固 我自己覺得最壞的時間已經過了 如果現在這一分鐘 因為過去的業務欠理想 而導致股價下跌 我覺得只是因為大市處於高台 一旦大市在高台整固 或者進行消化 好的又要回 不好的都是要回 你升了那麼多 大港基本因素 就是前景仍然是亮麗 即是說 任何技術上的調整 這一旦出現的話 可能完成之後 最終都是反映前面的基本因素 如果你說不介意的話 應該可以等低一點 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這一分鐘如果純粹短炒 就比較難跌 因為一個月的高位是2.64 一個月的低位是2.02 其實累積的升幅不是很多 但是暫時市場的焦點 都是擺在內銀 內房 內險 和水泥股身上 相反來說 鋼材股是剛剛起步的 而鋼材相關的焦媒股份 暫時的部分都還是比較慢的 是要些時間的 郭Sir 另外想和你再跟進一下 就是晚科置業 編號1036 現在跌6.8% 做了15.82 你看到內房 晚科在香港買了藍原地產 現在轉了名 晚科置業海外 有些借學上市的意味 另外也有傳說 另外一間在A股上市的陸地集團 也有些媒體報道 有意在香港再買學上市 分拆他們在內地的酒店和海外業務 來香港上市 郭Sir 其實炒這些借學上市的消息 其實是否風險都很大 其實大家要認清楚 要分開說 第一 就是萬科是內地業務的龍頭 內房屋裡 其實還是具有代表性 如果他在香港 買一個上市的殼 然後將來地的業務 鑄進去 這當然是帶來一個無限的憧憬 極具代表性 但如果你說其他企業 尺寸有萬科 或者相當於萬科那麼大 一樣會有效應 但如果你說普通的一些公司 其實都是內房 或者其他板塊的發展 但本身的盈利還是一般 而且尺寸不是太大 引出來的效應 我相信只是一般 還有 現在內房、內銀、內險 水泥這個板塊是當道的 尤其是成真化 最有利的當然是內房 氣候是配合的 如果反過來 好像是一年前 內地的樓市仍然還在調控政策 主導之下 都是相對比較低迷的 當時一眾的內房股 大家看看一年前發生什麼事 688、1109 現在當然是量例 一年前 是現在這個價格的一半 大把內房股 相對的資產正值 折讓僅是60、70% 是很普遍的事 當時你任何動作去買 買都不升 一定不升 因為大氣候未到 如果你說氣候到的時間 真的事半是公培的 不過最終都要看 來上市的公司的尺寸 盈利能力前景到底是怎樣 在這方面的選擇 最重要是看公司的土地儲備 足夠的問題當然不大 謝謝葛Sir 再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林先生 早晨 早晨 你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一問 390和180 390我剛離開 4.7元多 現在跌下來 我可不可以買飯 還有180 我現在還有貨 7元多入 現在8.6元多 我不離開 好 先回答你 就是390 中國中鐵 之前4.7元多已經沽了 現在又跌下來 最近4.57元 是否可以買回 我想先等等 因為現在比較尷尬 一個月的低位是4.43元 其實近日的股價已經跌穿 你給圖你看看 好嗎 你看技術上的走勢 10天20天失守 現在正在試50天線 我覺得這應該暫時觀望 況且由這個低位 去年的9月份 我當你兩個多元錢 近期來說已經升了80% 如果一旦50天線失守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真的有機會落下4.2 4.3個區間 如果要買的話 等等線 因為這麼久以來 你看這一刻 你看股價 一升破50天線 一直在50天線樓上走 那麼多個浪都是 但現在已經碰著50天線 穿不穿我也不知道 如果一旦穿了的話 情況就比較麻煩一點 就算要買的話 我覺得要等等線 千萬不要急 至於中交建 技術上來說 相對來說好像比較硬正 但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我自己覺得 雖然是咬著高台不動 但始終不要太過大手去買 因為我擔心大市 但高台有少少反覆的話 一個正常調整出現的時間 可能到時股價會比較反覆少少 實際上看看機實形態 由去年的八月份 九月份 我當你大約六元左右 去到現在這個水平 升就不是很多 是二十幾個百分比 但近日來說 一輪急升之後 或多或少都會有獲利回套的壓力出來 最重要是看整個大市 恒指仍然處於一個續沉頂的格局 這個就很明顯 但往後再升300 500或者88點 可能都是重磅的南籌 不是其他股份可以同步升 或者有部份股份 在指數續創新高之餘 仍然處於一個反覆消化之中 這點要留意 不妨先觀望 好嗎 好嗎 林先生 先觀望一下 不好意思 我想問1800 上網有多少 其實可以如果相片出的話 OK 暫時是8.4元 如果覺得到8.4元 將目標位輕輕放上8.8到9元 幅度不會太大 好嗎 林先生 謝謝你電話 拜拜 也麻煩郭Sir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間 沒有的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下個環節 發達廣場的環節 再和大家繼續剖析一下大市的最新走勢 休息一會 稍後那節再見